提瓦特游览指南 到期篇还有人没买的吗 就在八成堂编辑村田这里 除了这本书 还有好几本限定期小说 错过可就没有了 那从金苹果岛剧情过后 我们一直没有再说到 可丽妈妈爱丽丝女士的消息了 这次可算是更新了 今天我们就重走一下 爱丽丝的旅行路线 还原真正的提瓦特游览指南 首先我们已知的情报 要从阿贝多开始算起 爱丽丝女士一直想让阿贝多叫她妈妈 对吧 还有可丽的破坏力 还不及爱丽丝女士的领头 没关系啊女士 我来帮助阿贝多叫你妈妈 方便让我拿去研究一下吗 要和我一起去探索世界吗 那要论爱丽丝的战斗力的话 首先她是秋秋人破坏王 用秋秋人做实验 看看能不能发射到天空岛 结果只能让秋秋人 从风起地的大树下飞到侵犬阵 接着她还想把达达乌卡古的 秋秋人抓起来做涌动机 还好想把被丽莎姐姐给岔开了 丽莎 丽莎姐姐是好人 接下来她在冥冠侠 把秋秋人绑在遗迹首位上 做操控实验 我们至今也能看到 独眼小宝的残骸 对吧 还有她来到风龙废墟 把原本是风龙废墟的高塔 炸了几条长廊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 变成了一个废墟了 那么前面几条 就是爱丽丝女士 在蒙德做的好人好事了 对对对 还有金苹果倒剧情的时候 说她把蒙德大门给炸了 你们还记得吧 那接下来她旅行到了黎月 首先在旺叔客栈遇到了萧 但是萧没和她说过话 不是吧 萧对旅行者可好了 怎么遇到爱丽丝女士就哑巴了呢 然后爱丽丝在归律园 治好了一位士兵的口吃 结果留下了她只会重复 别人说话的后遗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叫艾科的千颜君 就是那个大冤种吧 下面在绝运间的时候 说钟离被爱丽丝的想法 逗得哈哈大笑 不行 咱们可没听过钟离笑 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我在语音里找到了这一句 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钟离的笑声吧 接着下一站 爱丽丝女士到了遥光滩 看见在避水河的入海口处 助力着一个大海螺 这里有位和善的老婆婆 再把这个大海螺改造成海螺船 失败了几次之后啊 爱丽丝女士总算是踏上了 稻妻的旅途 那到这里旅行指南 总算到了稻妻篇了 指南中记载啊 近些年金银神社的那位八重小妹 如今也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 轻易把它弄得大哭大闹了 这么说来 爱丽丝还在稻妻所国 以前就到过稻妻了 而且这次是第二次来稻妻 啊还有还有 大厨叫甘雨叫姐姐 甘雨那不是有一千多岁吗 所以爱丽丝女士和甘雨 到底谁更老啊 那在爱丽丝女士和八重 喝过了一次酒之后啊 咱们有了更多的情报 就是年轻的八重喝醉了以后 会胡言乱语 哇哇大哭 试问谁不想看见 喝最后的狐狸呢 可惜现在看不到啦 接下去爱丽丝女士 来到了长野园 居然称呼萧公的爸爸为老弟 然后和萧公打成了影片 怪不得可莉到到期的时候 萧公也能和可莉玩到一起去 感情他们的缘分 那是从上一辈就开始了呀 接下来爱丽丝女士把酒条的羽毛炸伤了啊 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早就好了 她一直邀请神里灵华加入偶像团啊 居然邀请了六次被拒绝了六次 我们知道神里灵华喜爱歌舞啊 拒绝爱丽丝女士可能也是因为 是身负白鹿公主的责任吧 那我大胆推测一下啊 这偶像团的主唱 不会是芭芭拉小姐姐吧 下面爱丽丝女士来到了她被杀 修改了预影卢星的参数 改进了防护照 所以之前预影卢星的阴间任务 大家都还记得吗 一天一个阶段 得连续好久呢 等一下 我怎么还没做完这个任务啊 哎呀 完全是给忘到天边去了呀 最后啊 爱丽丝女士去了巴韵岛 去了飞木村 去了浅赖神社啊 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瘦骨灵卿的黑猫 就是爱丽丝嘴里的大胖猫吧 看来神社没落以后啊 猫咪的伙食也不太行啊 怪不得之前还让咱们休灾前乡呢 好了 那我们已知的爱丽丝女士 全部的旅行路线 到这里就结束了 只能说这一切 让我对这个女人 哈哈越来越有兴趣啦 期待你还有早日 把她放进up纸 让特莉和她妈妈早日团聚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